治会变成癌 很多人都听说过 如果是这样 那么是不是治长得多的人 发生癌变的风险会高很多呢 他们又该如何避免呢 说到治 大家都对他很熟悉 医学上一般称之为色素治 治细胞治 黑素细胞治或普通 获得性黑色素细胞治 是人类身上最为常见的 一种良性皮肤肿瘤 所以有时会把它称为良性治 现如今人人闻癌变色 即使是良性肿瘤 也跟癌癌边 难免让人又惧又怕 其实 基本每个人身上都有治 有些人是天生的 有些是后天色素治 即使身上治很多 也不要过分担心 因为良性色素治 恶变的可能性非常小 和其他癌变一样 良性治出现恶变同样出于细胞分裂失控 变成恶性细胞 不断分裂的恶性细胞 进入表皮层内 横向移动 变成早期黑色素流 如果在表皮内迁移的 黑色素流没有被处理 还会垂直的往表皮上下生长 黑色素流往下长就会进入真皮 并可能进入真皮里的血管和淋巴管 从而发生远处转移 进入肺干脑和骨骼 黑色素流恶性程度很高 而且容易复发和转移 死亡率高 一般来说 当黑色素流发生肺转移 患者的存活期在6-8个月 发生肝转移 生存期为4-6个月 发生脑转移 生存期在3-4个月 两个地方的致癌变几率高 良性致恶变的几率高低 跟致长在哪里相关 长在下面这两个部位的黑致 癌变可能性高 建议有条件最好尽早到医院切除 一、四肢末端储 特别是脚掌、手掌、指甲下等储的色素质 在我国常见的黑色素流类型中 约50%分布于手、脚、指甲下等四肢末端皮肤 二、容易摩擦储 像胡须、肛门附近和带胸罩等部位的质 因为非常容易被摩擦刺激 导致恶贬 除了长在皮肤的黑色素流 还有一种长在直肠、阴道内、鼻咽、口腔、食道、眼睛等的黏膜上的黑色素流 称为黏膜黑色素流 其生物学行为、遗传学特征、育后等均与皮肤黑色素流存在较大差异 良性质恶变的几率不高 如果你还想让它恶变的几率更低 可以这么做 一、不要摩擦它 不过像胡须、肛门附近和带胸罩等部位的质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摩擦 摩擦会对它产生刺激、增加恶变的几率 如果实在担心 可将之剔除 二、不要晒伤它 曝露在外的质不要出现晒伤性曝晒 而同期的晒伤与成年后的黑色素流有相关性 三、不要盲目点质 有些诊所或美容院有激光 要水点质的趋制方法 但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彻底驱除 反而会刺激它恶变 要趋制 最好去正规医院做彻底的驱除手术 如果良性质出现以下五种现象 那么就要警惕它可能恶变为早期黑色素流了 医学上用五个字母ABCDE来 概括皮肤黑色素流的早期症状 A不对称性Asymmetry 普通致肠呈圆形或卵圆形 两半对称 而恶性黑色素流长为不规则型 将其一分为二十 两半看起来不对称 B边缘不规则 B的Iregulary Y 正常色素质轮廓是清晰、光滑的 而恶性黑色素流边缘不整或有切积、成具尺状等 C颜色改变COLO-RV-I-H-E-O-N 正常色素质通常为单色 而黑色素流主要表现为污浊的黑色 也可有棕色、棕黑、蓝色、粉色甚至白色等 这其中,出现蓝色要特别警惕 D直径较大Diameter 普通质一般都小于5毫米 直径大于5-6毫米 或色素般明显长大时要注意 直径大于1厘米的色素质 最好切除做病理学检查 E隆起Eleved Iron 一些早期黑色素流整个流体会有轻微的隆起高于皮肤表面 所以如果发现有黑制突起时要小心 如果有以上5种症状 就要尽快找医生确诊 因为良性质恶变几率尽管低 但真的出现恶变 发展是很快的 癌症越早发现汗治疗 治愈几率越高 治愈几率尽管低 治愈几率尽管低